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阅读四篇九十一篇 一直到七月尾,七月的结束 八月我们才会读新的一卷的书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到四篇第九十一篇 我想这两年来我们对这一篇的四篇不会感到陌生 因为当COVID-19出现的时候 就有人开始讲说 19,19,COVID-19 转过来就是91 那么很多人就从四篇九十一篇当中找到灵感 特别在九十一篇里面提到这一个瘟疫的伤害 比如说在第六节 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病毒 这样子的一些的经文就让人看到 好像上帝要保守我们脱离这一些的危险 特别脱离病毒 脱离瘟疫的这些的危险 当然我想四篇九十一篇 是一篇非常丰富的经文 它不单单告诉我们在COVID-19的时候 神会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 其实四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上帝在人生的阶段里头 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危险 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挑战 或者顺境或者逆境 其实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九十一篇里头有几个的字眼 几个段落或者几节 都在提醒上帝他对世人的保护 比如说在第一节 我想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这个表达其实很明显是谈到 这一些的老阴 它的小的老阴 褚英 它藏在这一个大的鸟的翅膀底下 受到母亲的这种的保护 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到 就提到这一些各种的危险 有这一个 比如说在第四节 就说他会用自己的拎毛遮蔽你 你要投告在他的翅膀底下 我们看到第一个段落 谈到上帝的隐秘处 就是他的阴下 就是提到在上帝的保护里面 上帝用他的翅膀 把好像我们是小鸟 或者小鸡 如果你要用这种的想象 来保护着免受外面而来的危险 再来另外一个的段落 提到第九节 讲到那是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居所 其实在诗篇第九十篇 也谈到上帝要世世代代 成为我们的居所 避难所 居所 然后第十节就讲到 祸患就不会临到我们 灾害就不会临近我们的帐篷 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美好 而且是很贴近的一种表达 上帝要保护他的殖民 好像母鸡保护小鸡 或者大鹰保护雏鹰一样 上帝要好像居所 避难所 保护我们 那个都有一些共同点 什么意思呢 只要我们在神里面 外面的危险 就不至于领导 如果我们进入到房子里头 外面的风雨 就不会领导我们 我来到巴森 就在牧师楼 我们的停车场是这一个教会的停车场 所以如果外面下起大雨 我在外面开车 我知道当我一嫁进礼拜堂的范围 我就安全了 我就安心了 任何的雨水都不会再去 弄死我 或者弄死我的家人 我们也不用害怕 因为这样子而 这一个伤风 咳嗽 或者感染 这一个的流行感冒 上帝像一个的保护者 像一个的避难所 像我们的坚固 能够抵御风雨的居所 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帮助 又好像那一个的老鹰 他能够保护他的孩子 在他的翅膀底下 太阳不会伤害到他们 大风大雨不会临到他们 就算有猎人打猎 那个的剑 也不会射到这些的小鹰 或者是小鸡 如果你要用鸡的比喻 弟兄姐妹 上帝保护他自己的子民 我觉得在这一段的经文 最美好 最有安全感 给上帝的子民有安全感的 就是在第14到第16节 那边讲什么呢 上帝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打救他 因为他认识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极难中 我与他同在 我要打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享受 长寿 并将我的救恩 显明给他 在这篇诗篇里面 这是神自己亲口的应许 那爱上帝的 专意地跟随他 爱神的 上帝必要拯救我们 到底 新闻说 我们认识他的名 这是跟上帝有这些关系的 我们不是靠把上帝的名 或者把上帝的救恩 把祷告 看成是一种的方程式 或者是一种的咒语 你还记得在 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里面 有一些人 他奉保罗所传讲的基督的名 来赶鬼 那个鬼说什么呢 基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那是你们是谁 不要把跟上帝的关系 看成是formular 看成是一种的咒语 我只要念这个咒语 就会蒙上帝的保护 不是这样的 与上帝永远是那种的关系 弟兄姐妹 那因为我们爱神 住在祂里面 不要远离上帝的慈爱 那么任何的危险 我们都不必害怕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世上的危险能够伤害我们什么呢 最大最大的伤害 就是拿我们的性命 对不对 但是圣经说 没有任何东西 叫我们能够与神的爱隔绝 不过人是生是死 我们总是主的人 因为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信心 也让我们能够专意的去爱祂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爱祢 爱祢更生 专意的爱祢 也经历到祢给我们的平安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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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